現在我們要請醫護組 來到我們的場上 我們現在醫護組趕緊止血 我們每一場比賽 都會有專業的醫護人員 在一旁Standby 不得不說 這一場男子籃球三對三是 全民族運動會四季以來 最激烈的屍體衝撞 這一番是第七番 要加法了 你只要有強勢的切度去製造 去吸引到裁判的哨音的話 其實都可以換 好像 一次上罰球線就是兩罰 余承欣罰進了第一球 兩球都進 兩罰都進 對 藍隊偏偏也是犯規 犯在罰球最穩的余承欣身上 不過余承欣已經是拿到了16分 這次全民族運動會四季以來 得分王了 單強得分王了 好難喔 哇 三傳兩傳 這是出手的犯規 黃軒目前得分也有10分 來到雙位數了 哇 拔球有把握住 搶到進攻籃板 輝煌今天真的是進攻籃板 很扛啊 哇 背後PASS 大空檔底線的出手 有 現在呢 我們要請醫護組來到我們的場上 我們每一場比賽呢 都會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在旁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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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們比兩次 可以 要不要自己拿 直接又繼續比了嗎 直接又繼續比了嗎 繼續比了 那我拿掉看一下 看你看你看 看你看 應該在指數了 拿在那裡 好 走 朗朗扇鼠呢 也上前抱一下 誠心示意一下 踩進去假動作 黃起來 又買到犯規 剛才打拆了 上次對啦 結果還是沒什麼影響 同時這一範呢 也是藍隊的環範 第六次了 第七次就要進入到加罰狀態 好強 小心把握這一球 在外線回場之後 自己再接進去 又是自己 一條籃板 余承欣 這個直接殺到籃下 不管前面有多少 中兵防守 20比16 這一條籃板 自己搶籃板 自己回場 自己進攻 地板動作 這一球 變成了余承欣 她的大腿 好像壓到了 屠善淳的後腦勺 大家一上敏恩球了 場上的事情 場上姐姐 不得不說 這一場男子籃球三對三是 全民旬運動會四季以來 最激烈的 肢體衝撞 碰撞最激烈的場比賽 加油 加油 帶給黃宏軒沉疾了很久 加油 這個球自己又飛進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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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板是第七板 要加罰了 也就是說 不是出手的犯規 也要上罰球線了 暗支太危險了 就是要加罰狀態了 這個其實對紅隊來說 都佔了相當大力多 因為在對方進度加罰情況下 你只要有強勢的切度去製造 去吸引到裁判的哨音的話 其實都可以 好像 對 而且是兩罰 加油 一次上罰球線就是兩罰 余承欣罰進了第一球 兩球都制製 兩罰都制 藍隊偏偏也是犯規 犯在罰球最穩的余承欣身上 其實對他們的傷害是滿大的 加油 追求 輝煌好球 好 這是出手的犯規 但是林輝煌的腳 好像有一點不舒服了 輝煌 輝煌的腳傷 才剛好得差不多 但現在看起來 有點一拐一拐的了 對 她連要走上罰球線 都一拐一拐的了 最好彈上去 投出去 好耶 犯規是罰一球 天吊了 余承欣搶到籃板 搶得很兇 這是短生 藍隊不能夠再有任何犯規了 藍隊如果再犯 就要送人家罰兩球 好 兩拐一中 好 兩拐一中 好 紅水外線 衝衝揚 有 好快 好 好 余承欣 自己牽入 接過了快活 超大坑 晃到紅角 對 隔山打很油 中間還可以隔著 他也是蓋到了火鍋 好球 我又過了一個 來跟 AIRBO 結果十秒 時間到了 你不要傳 好 現在時間1分03秒 行的 過了 好強 買到犯規 可以上罰球線 這個分數來說的話 如果沒把防守做好了 那要拿下勝利 可能就比較難一點 沒有把握住罰球 連數含量能力太強了 這樣一幕花道 掌握了籃板球 你就掌握了比賽 身體的碰撞之後 這個全面的投進 撫顏門 紅隊現在其實只要 就算我不出手 也把12秒消耗完 還是有很好的機會 又投進 大號的外線 小擠之前 余承欣 拿下了24分了 余承欣 想追求 相當有重要的決定性 影響了這一場比賽的走線 紅水外線的出手 好 結果出了界外 對 爬過籃板了 好 你脫掉 12秒脫掉 一層晶片 已經個人拿24分 這可能比你打一場 戰士的5對5比賽打完 都不一定可以得到24分 對 而且他還是時間競算師 他算好了在12秒內 要把這個時間耗完 時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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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用犯規戰術了 加油 比賽結束 這場比賽 紅跟四26比19 打敗了藍隊 拿下了男子籃球 3對3的勝利 我們被一個人打敗了 就是余承欣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 但是我覺得 最值得提出的 我覺得其實是輝煌 輝煌其實籃球 幾乎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但是他就是能跳 所以我告訴他 你就跳 你就去搶籃板 我覺得他今天 真的很出色 雖然這個球賽是輸的 但是他把這個苦工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做得真的非常非常的 抱歉 謝謝隊友 就是只要我摳擋了 他們就一直上來幫我擋 一直上來幫我擋 幫我製造這個機會 對 這20幾分 也都是要感謝他們 謝謝